今天的幻灯片我們從另外有一個角度來讓大家更進一步的了解 這個是跟老子道德經還有佛法這方面的 都有一起綜合結合起來的一個拳術 拳術是跟岩泉的解釋 我們現在看這個大海的海水不斷的這樣 此起彼落 這個海水 這個是太陽 這是什麼 這是雲 你有沒有看到說那個彩虹是繞著太陽一圈的 沒看過 我們這裡可以看到 那個彩虹它是繞著太陽一圈我們一般看的彩虹是在 天邊 然後跟太陽它是剛好一個折射一些角度這樣 你看你剛好有一種因緣的時候你可以看到有沒有這裡有看到彩虹 然後這是繞太陽一圈的 好 這一張是要 讓我們看到就是說 你看 前面這個江海它成為白骨王所以這些河川江河之水呢 都會流到這個大海來 但是它流到最低之後 那怎麼辦那這些水它怎麼跑到山上呢 怎麼跑到山上呢 所以這個就是需要你看喔 法界大師 這個太陽 就透過這些蒸發 慢慢的又把海水一方面淡化 一方面 把這些海水呢又吸上來 就是蒸發 好 蒸發之後然後又形成這些雲 形成雲在空中飄 在空中浮 包括風的吹送 所以你看有太陽 有風 然後這些雲呢 它就這樣飄 所以因緣劇組形成的時候它又開始下雨 開始下雨 那你看喔 下雨之後 它就這樣穿過小橋流水 因為下到高山上面 然後這樣穿過這樣小橋流水 對啊 這是上次陽明山附近那個 漁路古道 有沒有 小橋流水人家 黃昏老樹 昏鴨 這就是這樣啊你看 這些小橋流水 哇水又這樣下來 所以我們有句話說 請問這些水從哪裡來 這些水它是從天上來 天上那些呢 就是從大海來 所以整個法界就是讓這些你看這些資源它不斷在重複應用 太陽就是這樣把這些水搬到高處然後要飄到高山上 或是運送到各地方然後又讓它降落下來 所以不管它是成為天上的雲或是地上的水 它都是如此的在利益一切眾生 你看喔 我們知道說這些水就是從雲這樣變化過來 那這些水它還會流到大海 然後大海又會變成 然後又成為那個 經過太陽的征曬又成為雲 好 那有這些水之後呢 一方面你看喔 這些水它不斷在變化 在有這些水之後呢 我們又把它拿來應用 然後做出這個是什麼 這是冰雕 你看大自然提供這麼多的材料 然後我們再把它 因緣劇組之後 然後它形成冰塊 然後我們又把它雕塑出來 然後大家就看 一個馬道成功 你看 這些材料呢 你又可以 建構出種種的 夢幻世界 真的喔 所以你看 我們現在是用那個水界 現在只是 取這個水界的一個 比較突出的一個情況 一個元素來說明 整個法界它就是這樣 法界從道裡面演變出 地水火風 這些元素呢 它不斷的錯綜複雜的變化 就會形成 哇 這些一切的眾生 這些所有的花草樹木 動物全部都這樣出來 我們現在只是 用水界的一樣 來讓大家比較容易看到 你看 有這些水之後 我又可以 雕塑出 房子 還有這些七矮人 還有這是那個 這就是那個白雪公子 所以 一個夢幻世界就這樣出來了 你就這樣在這裡 所以這就是一個眉圓 眉庭 這樣構築出一個 世界出來 一方面 我們讓大家欣賞一下 這個冰雕世界 透過這個 看這個冰雕世界 欣賞 它裡面的美 一方面 我們也來 剛好也可以透過這些來 全數一些法 這裡面是零下二十幾度 零下二十度 真的裡面好冷啊 你看 整個冰雕世界就這樣 你有這些材料元素 然後你構造出 真的這是一個 你所要的種種世界 我要 亭台樓閣 宮廷走廊 就這樣 它就出來 我們現在只是借冰的這個例子 那你其他的 你所構築的皇宮 你所構築的這整個世界 都是用大自然這些地水火風 只是用的材料更複雜更多樣化這樣而已 所以這是用冰 你就把它雕塑出來 你所要的種種世界 那你看 本來冰 它只是一些雲 水這樣的變化出來 然後你把它雕換出 馬 後院我們還有佛像 你把它雕換出種種 小矮人 美人 還有白雪公主 然後雕塑種種動物 這是一隻動物 一隻龜 他陀著 然後 這個冰就變成有靈魂 這樣知道嗎 眾生一直在從各種緣起現象界裡面 然後要去找一個不生不滅的魂 要慢慢去體會 所以佛陀講說 這些事 色受想行事那個事 事它是緣起 因緣俱足它就產生了 所以你看 本來它就是法界這樣因緣俱足的這些現象 但是眾生就變成一個 有形有像有靈魂的 就慢慢出來 那你就開始構築 你的皇宮 你的城堡 你的藥 我那一次去拍攝這些 那些 現在在台北有在 還有 還有 它到5月中旬 在台北車站旁邊那邊 這個是 北國冰雕夢幻世界 這裡面 因為我這個是要拍攝幻燈片 所以我本來就是 打算因為有人跟我講 他們那裡邊的指示人員跟我講 就是說 你要拍這個不可用好的幻燈 不可用好的相機 因為有可能這個相機會壞掉 因為它太冷它會結冰 對 而且它裡面會結冰 所以我拍攝這時候 拍攝半個小時 那就要出來 要出來退冰 真的所以我在那裡是三進三出 而且這個 你要 因為這個還要用一些 讓它 延長曝光 這樣它才會顯現出來 因為它裡面的燈光沒有這麼亮 你現在看這麼美 那你到現場去看未必這麼美 因為這個有 延長曝光 一方面也有用閃光燈 還有延長曝光 它才能夠顯現出 好 那你看 哇 這個夢幻世界 皇宮 有沒有 這宮廷樓閣走廊 這都是在那個冰雕世界裡面 好 我們再繼續看 一方面來欣賞 一方面欣賞這個 藝術人類雕塑的這些美 一方面我們要去體會到說 你看從那些雲 然後降為雨水 這些水 我們就可以把它做成各種各式各樣人類所要的 宮廷樓閣 構築各種所要的夢幻世界 有沒有 但是我們要去體會到 如果你背後的因緣條件不具足的時候 這些會怎麼樣 很快就溶解掉 很快就消失掉 這樣知道吧 它這裡它裡面要維持零下20度 它的冰塊才會夠堅硬 如果你少於 20度的話 你假如你降到零下10度的話 它這個硬度就不夠 它可能就會垮 所以如果你降到零度的話 它這個就會垮下來 如果你又上升到 那個4度 5度的話 那這樣就變成水了 所以你看 它要成為有這樣一個 有形有項的這些 宮廷閣樓 它背後 一樣要很多 能源 因為它這是不是要耗電 它還是一樣 它還是要 很多的能源支撐 它才能夠繼續存在 它要必須要整個環境大環境的配合 它才能夠存在 所以大家去體會 你所構築的種種現象 你所抓的種種境界 包括你我的身心都是這樣 它那個存在 背後都需要很多的 因緣條件組合 所以你看 現在如果單純欣賞美的話 這是真的像皇宮的美 一個夢幻世界 但是這些全部都是冰 包括這個都是冰 這全部都是冰塊 這都是冰 全部都是冰 這個顏色它是因為它裡面用了彩色燈管 用彩色燈管裡面 所以你看 這是一個冰宮世界 一方面 也讓我們欣賞一下這個冰宮世界 一方面讓大家去體會 什麼叫做 因緣具足之後它就會形成 眾生所要的種種境界 當因緣不具足的時候 它就是化成一堆 水 這整個就是冰雕世界 對 這都是結冰的喔 這讓大家更清楚看到 這裡面都是冰 都是冰塊 這全部都是冰喔 這是冰山 這是冰山 這是那個 風車 荷蘭那個風車 但是這個當然都是冰 全部都是冰 只有這個不是 冰山 全部都是冰 所以你看 一樣 當然這裡是用冰的 我們現象界這些有土地有地有水有火有風有空 一樣 你就是構築出來一幅 美麗的世界 但是如果你看不到種種源體的話 你就會只以為死只以為真 所以冰它一樣可以 建構一個冰屋 這就是冰屋 你看到 你躺在冰屋裡面 反正是一個動森 但是各種因緣具足之後然後在形成在這裡 所以它是地水火風空的種種變化 因緣具足然後就在這裡 這是冰屋 裏面 這個都是冰 全部都是零下20度 所以你要 我穿很厚的襪子 全部你的全套都要 要很 夠 你看 眾生你看 我們用一些冰 就可以雕塑出一些眾生喜歡的 佛像出來 然後再寫幾個字 有求必應 所以眾生就會怎麼樣 這樣不斷的投錢進去 這樣子 這真的有錢 這是真的錢 這不是冰 你看 我們用冰就可以雕塑出來 所以 你心目中的偶像 也都是 把各種因緣這樣具足之後然後把它雕塑出來 知道嗎 好 當因緣不足的時候 難道 他這個他 其他的溶解掉了 我這個法力無邊我可以不溶解 可以嗎 他笑的這樣 你看笑口藏開 密勒佛 笑眾生說 我這樣緣起因緣形成了 你們就看不見了 你們就看不見了 然後你看 眾生構築出一個象出來 然後 就這樣 沒辦法了解到 說他背後 這張上次有播放過 但是 這樣大家就更清楚了解了 有沒有 一些因緣條件 同樣的木塊 但是做一些 形象的改變之後 然後眾生就被這個外象 他就是什麼 然後他就是個樂團 你就會 只以為實在的實 所以你看 眾生 我們再來 後面這幾章的 就是說讓大家去看到 眾生 一方面 你看不到 體會不到說 你跟整個法界的密切關係 所以你在這裡 你在這裡散步 在公園裡面 你還是一樣 我是我 花是花 我是我 山是山 水是水 你體會不到說 你跟這些 事實上 是一體的 你體會不到說 事實上不管是人 或是這些花 或是這些石頭 我們背後的這些組成元素 是相同的 眾生不能看到這些 結果你就被這個外象 被這個幻象 把你迷惑住了 然後你看不到 背後的整個因緣 所以 你看 人類 受整個大自然 的這種恩事 但是 你看 人類在這之中 你很少去感受到 你跟整個大自然是一體 而且 很少去感恩這些 人類反而是帶著一種我慢 這些是無情的 這些是植物 這個沒什麼 人類才偉大 錯了 人類跟這些一花一草一木 都是平等的 再來就是 反而大自然這些 他們是默默的在 掌養人類 默默的在 成為一個 什麼 扮演什麼角色 他們扮演的是生產者 扮演的是一個貢獻者的角色 而人類呢 是一個消耗者 卻又看不到 所以你看 當我們在大樹下的時候 你坐在大樹下的時候 你感受不到 大樹默默的在 回饋這世界 回饋這人類 人類也看不到 我們跟這個大自原來是一體的 所以你看 你說你要去找到 你看你都向外看 你要去找到 到在哪裡 原來你就坐在道上 原來旁邊這些都在告訴你 到在這裡 什麼叫無我無私 整個大自然法界都在告訴你 無我無私 所以大家慢慢的 你要越來 看得越深 體會越深 你看 這個 這兩個 這都是臨時的 他們 我在拍的時候 他們過來的 你看所以他們的角度都不是朝向我 因為我在中 剛好兩旁有人在 在照射 在拍 所以他這是對這邊的 這是對那邊的 剛好反正有現場的這些模特兒 就把他拍下來 這也就是說 你看 人類在這個大自然環境中 這整個法界大自然它是一個 進化世間的空氣 散發芬芳 然後他是一個提供者 然後人類看不到這些 然後我們來這裡 你一樣感受不到他們的重要 你只是來看 發不錯 欣賞之後 然後又回去了 你的心跟他們沒有交流 再來 人類又展現那種 我是我能我慢 你看我這麼漂亮 我這種姿勢這麼好 你沒有去看到說 人類都是需要整個大自然來襯托出來 都是需要整個法界來養育 這裡真的慢慢越看越深的時候 你就會 真的越來越 感恩 那這些法界的水呢 他是怎麼樣呢 法界的這些水 他是這樣 我們剛才講說成為雲 然後這些水他就是 默默不斷的這樣 照流著 不管你眾生 知不知道我們的重要 不管眾生有沒有知道感恩 他還是要照常的留著 所以水照樣的留著 而大地呢 一樣 地水火風空還是一樣 繼續的在 提供整個資源 來讓眾生 享用養育一切的眾生 所以這就是無我無私的精神 我們要慢慢的越看越深 你看我們這道在哪裡 什麼叫無我無私 什麼叫道在養育一切眾生 什麼叫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這些都是 你心靜下來慢慢去看 這個都是整個法界整個道的 展現 變化出來 你看 地水火風空 慢慢的 又演變出大地 然後有大地有水有 有陽光有空氣 這些又可以長養出 長養出很多的食物出來 又可以 長養這些 在裡面的 眾生 所以你說要找道在哪裡 就在當下 有沒有 所以你看這些 以前你看這個 這個什麼 蔡以貴跟他補 你看不出什麼 你慢慢心靜下來 所以我跟大家講說 真正最偉大的神通 在這裡展現 真正最偉大的大師就是法界大師 你能不能以法界為師 真正的淨土就在當下在展現 所以我看這些的時候 就是讚嘆 讚嘆法界的奧夢 充滿了感恩 祈福 所以你看 這就是整個法界展現出來的 這是傷身 這可以吃 你看 法界就變化出這麼多的 五穀 變化出這麼多的 蔬菜 水果 來養育一些眾生 而這些 就像我們剛才前面講兵 這些就是地水火風空這些 因緣錯綜複雜 不斷變化就變化出這麼多的 千變萬化的這些 花果出來 你看 法界 大自然就是這樣 就像一個慈愛 慈母 養育 這些眾生 你 我 她 就像這個幼女 那是菜膠 你心目中在 偉大的什麼大師 在偉大的宗教師 也是一樣 都需要整個法界的養育 你能不能來到超越 金剛經所講的 無人像 無偶像 無眾生像 無受則像 超越所有的這些偶像 你才能夠真正看到整個法界 在養育著一切眾生 你也才會體會到你跟一切眾生是平等 那個含義都很深 大家慢慢去體會 那你看 眾生 前面是整個法界在默默在養育我們 但是眾生看不到這些 然後眾生就以高速 這是高速公路 這不要高 人類以一直高速的這樣 一直在追逐我們的慾望 追逐眾生的慾望 然後把這個世間 搞得這樣 一直在啃食大自然資源 然後又把這個世間搞得這樣烏煙瘴氣 這個不是烏雲 這是人類製造出來的這些廢氣廢物 污染空氣 結果你看 有沒有看到 這裡有一隻蟲 眾生 這個高麗菜就好像大地 就像我們這個大自然 那個很厲害的 那個我慢很大很厲害的那些眾生 就好像這個 菜蟲 有沒有 眾生是用我慢一直在啃食這大自然的資源 如果你看 你一直在啃食你卻沒有回饋大自然 你卻沒有去保護這個大自然的話 我們你看 人類到哪裡就是一直在破壞 一直在破壞 把這個大地啃食的 你看 傷很累累 這條蟲他又認為說我是啊 我能啊 我很厲害啊 我慢啊 如果你的智慧 是在一般眾生的那種世界 你就像一條蟲一直在那裡吃 那你 看不到 整個大自然在養育你 而且你看不到 在破壞大自然 破壞我們整個生態 所以人類你慢慢的提升智慧之後 你才會看到 整個法界大自然對我們生命很重要 這時候你才會 知恩感恩喜福 一方面也才會真正好好的愛護我們這個大自然 愛護我們這個地球村 哪一般眾生呢 你看 你看這是海中的一個比較突出的一個小島 那一般眾生 是看不到說 你跟這個陸地 事實上 這個小島跟這個陸地有沒有連成一體 有沒有連成一體 事實上這是一體的 連成一體的 那這個不是想像 這是真實的 真實的 它裡面 下面這些大地土地它就是連成一體的 但是眾生看不到 跟 也就是說 這個我看不到跟其他一切眾生是一體的 所以 那你就用這種 我是我能我慢 我最突出我在最前 我怎麼樣 所以 你就認為說你跟其他人不同 然後你這樣 就是 這個身見一出來 你就會有那種我 我是 還有 就會排除出 非我 非我所 有那個我 你就會把其他眾生這些你都排除掉 那你認為你跟其他眾生是沒關係 你是一個單獨的獨立體 你哪是單獨的獨立體 你跟整個眾生都是一體的 好 那人類的這種我慢展現 我跟其他眾生不同 結果你就在 茫茫的大海裡面 你看 茫茫的大海裡面 然後你把自己孤立起來 所以你就找不到涅槃界的家 人類如果把自己從跟整個法界劃分出來的話 甚至有的還甚至否定這個 否定這個世界 不滿意這個世界 你還要想要 你認為說這個是五著二世 這個是不好的世界 你一直要跑到他方世界去 你的苦海就無邊了 你要逃到哪裡去 整個法界就是這樣默默在養育你 然後我們又不知道 如果不知恩不知感恩 然後你又是這樣 你否定跟這個大海的關係 否定跟陸地的關係 然後就在這個 茫茫的 你把這個海 你就認為說這是苦海 這是五著二世 然後你又一直在構築你的夢幻世界 這樣怎麼有辦法解脫自在 所以你 修行解脫就是你醒過來 活在當下 醒過來 去認知你跟這整個 法界的關係 你跟這整個眾生的密切關係 而你跟眾生是一體的 你會體會到說 法界這就是我們的家 當下一切即逝啊 所以你才能夠解脫自在啊 所以你看 所以你看 這一張 怎麼樣 太陽在這邊啊 有沒有 這一張 如果說我們沒有前面那些讓大家看過的話 你不容易看到這個顛倒 有沒有 有沒有 不能看到這個顛倒 我們現在再把它放過來 這是正面 有沒有 這是正面 那你看 所以 你真的慢慢去 心靜下來的話 你才能夠 遠離過去的顛倒夢想 那你看 那你看 整個法界這些 你看 一般眾生是這樣 真正的太陽是在這邊 但是你覺得這個比較亮啊 這個才是啊 那你就否定這個 你一直去構築你所要的 所以 整個 極的世界在哪裡 就在這裡啊 法界就在當下 道就在眼前 所以大家慢慢的 把心靜下來打開你的資源 你就可以 真的 此生此事你就可以 解脫自在 所以 你看整個法界 就是這樣的莊嚴 那你慢慢的 活在當下你就能夠遠離顛倒夢想 但是要知道 這是什麼知道嗎 這是什麼 不太看過 我也前幾天才看到 以前我久聞齊名 但沒有看過詩記的 他前幾天才看到 對啊 這個就是 經濟 有沒有 經濟 以前是看過說 在泰國那裡看到 他們相片拍出來印度 他們還有那種 有的那種修行宗派 那種吃苦 修苦行的人 他們用很多經濟 用一堆 然後就躺在上面 全身刺的都流血 這個都很潤 很耐 又很硬 這個比一般的丁 還更 還更利 結果就睡在那上面 一方面 身體上也刺了 出了很多血 他們說這樣吃苦才能夠 療苦 錯誤的方向了 不是吃那種苦 所以佛陀講說無意的苦行 那沒有用 那是 那是極端 這經濟 我們現在大家看到了 然後我們要 體會到一點就是說 這一條 你要走回 解脫之路 你要回到道 你是要跟眾生士 背道而馳 所以你要有那一種 披荊斬棘的那一種 脫離決心 而要弘揚這一條解脫之路 也是就如同在 披荊斬棘 有沒有 這就是經濟 很刺的 這個很刺的 經濟 所以解脫之路 就是要 希望大家要有那種披荊斬棘那一種 獲利跟決心 這就是經濟 好 我們大家看 就是說 土地公 土地公 大家都耳熟能詳 但是 你知道土地公所指的是什麼嗎 真正的土地公是什麼 對啦 真正土地公告訴你 我們講說土地公他是慈悲啊 慈想的老人啊 事實上 土地公就是整 指我們整個大地 如果眾生體會不到那個土地公講的就是我們大地 結果 又 又你看 把目標又放在一個這個 又形又像這上面 那你看 真正的大地你看不到 然後卻像 一個偶像在求 所以大家慢慢去體會 要透過那些語言明像你才會看到真理 所以 前面那個形象他只是一個 代表而已 他是告訴你 這個大地對我們生命的重要 這大地就像一個慈想的老人對我們眾生這樣默默的在養育我們 所以 現在大家有沒有在這裡看到土地公 有沒有 你看 這個大地就是真正的土地公 默默的在養育這些眾生 所以 大家慢慢去體會 真的要超越那些有形有像 超越那些語言文字 超越宗派宗教 你才能夠花開見火物身 這是香水蓮 那還有 你不要以為說我今天能夠開出這麼大的花朵 我跟那些污泥我是不相干的 我跟那些水是不相干的 我是出淤泥不然的 我跟那些污泥都不相干 沒有那些污泥的長養 你怎麼開出花朵出來 沒有這些水 沒有地水火風空的養育 你怎麼開出花朵出來 所以你事業要有成 你修行要有成 都需要整個法界的這些很多的因緣 所以你越體越越深之後 你就會越懂得感恩之心 所以你真的看懂這部無字天書 真的看懂這個大地風雲經 你處處體悟到道是什麼 處處得到 找到 悟到 得到這樣的話 那你真的會 充滿的感恩 我慢 享福很快 你就是這樣 會身心很柔軟 充滿的感恩 好 我們今天上課就到此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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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